那么铁人精神的内涵 具体我们展开 就是王晋喜同志 厚重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 1959年 王晋喜当时作为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 去北京参加公交群英会 休贵期间 他去参观首都的十大建筑 路过沙滩街时 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 背了一个大包袱 就问身边二同志 汽车背的是个啥 回答说是煤气包 背那家伙干嘛 他又问 国家缺油 汽车改烧煤气了 王晋喜当时听了大吃一惊 他头嗡的一下就大起来了 他说我在玉门觉得油很多 可出来一看 油缺得很 连首都北京毛主席住的地方 都没有油用了 作为一名钻井队长 我真是有愧 我还有什么脸开大会受表彰呢 想着想着 他就蹲在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 流下了眼泪 这个眼泪是支持后勇的英雄泪 也是忧国忧民的赤子泪 这成为王晋喜后半生 为国分忧 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 也正是在这次群英会上 王晋喜得到松辽发现大油田的消息 1960年3月15日 他带领全队带上所有家当 从甘肃玉门出发 日夜兼程 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大庆 在一望无际的大荒原上 他以西北人特有的豪迈呼喊道 这回咱们掉进大油海里了 甩开膀子干吧 把贫油落后的帽子 甩到太平洋里去 面对当时的重重困难 让我们来听一下 王晋喜是怎样说的 革命不能等 我们几十个工人 就是几十台吊车 我们几十个人 就是几十台拖拉机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一场人与钢铁 力量与困难的较量 就此开始了 三天三夜 王晋喜带领队友杠杆翘 滚杠滚 大声挖 硬是靠着双手和双肩 把这六十多吨的 钻机设备卸下来 装上汽车 最后搬运到警场 靠人力把警架 立在了茫茫的荒原上 人拉肩扛 口号响亮 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 石油工人干劲大 天大困难也不怕 王晋喜后来说 北京汽车上的煤气包 把我压行了 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国家的压力 民族的压力 呼的一下子 就落到了自己的肩上 他曾多次向工友们说 一个人没有血液 心脏就停止跳动 工业没有石油 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海上行的 都要瘫痪 没有石油 国家有压力 我们要自觉地 替国家承担这个压力 这是我们石油工人的责任 此后 王晋喜把自己的全部精力 都投入到 为祖国县石油的使命当中 在会战最困难的时候 王晋喜告诫大家说 我知道 住房有困难 吃饭有困难 这困难 那困难 国家缺油 是最大困难 这矛盾那矛盾 国家缺油 是最大矛盾 这种爱国主义情感 是铁人精神 最鲜明的民族品格 是鼓舞斗志 激励进取 催人奋进的 强大精神动力 小明天 大量 小明天 大量